哈嘍大家好我是小莉 歡迎回來我們的虛實世界模組包生存 那有些人有些人說這是虛無世界 不是啊這是虛實世界 請大家不要搞混了 並不是虛無世界哦 然後我想我應該先睡個覺 我現在非常的累哦 因為我挖了不少的礦 然後我也挖了不少青金石啊 所以現在的話我這邊 青金石的部分已經有187個 可是幸運還是只有1 沒有到達幸運2 所以沒關係啊 如果未來還是有繼續再找到青金石的話 由他來挖數量又會再更多了 青金石真的蠻難找的 反正先睡個覺吧 然後這邊傳送的話就是我在那個 挖礦的地點跟那個我的家之間來回傳送啊 然後我在這邊呢 新加了一個這麼一個空間哦 這個空間是專門用來養這個巨大蘑菇的啊 就是 嗯 在之前來說的話 應該大家如果有看我的那個 極限生存還是什麼的話吧 最一開始極限生存應該是吧 那個我就有把那個巨大蘑菇給弄出來嘛 就是直接在地表上面 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 白天的時候也是一樣可以把它弄出來 但是 最近的話呢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白天啊 無法再用那種方式來種巨大蘑菇啦 就是倒一桶水在下面 然後你知道就可以把 直接把蘑菇給種上去哦 可是那個好像被改掉了還是怎麼樣 不能用啊 所以說 我就用了這麼一個黑色的地方 呵呵 這是一個全黑的地方 他就可以直接種了 他也不需要說 他可以直接種上去了 就也不需要說再倒一桶水什麼的啦 因為那個那個做法看來在 呃外面是已經行不通了 不然我再來試一次好了 應該是行不通 不過現在是下雨哦 下雨搞不好可以哦 再試一次好了 因為我之前就已經覺得蠻納悶的啊 不就是知道已經開始失敗了 哦失效了已經不能夠再種上去了 大家如果有去看我極限生存還是什麼的話 就知道說是可以像這樣白天的時候 這邊只有一堂水可以直接種上去的 但是 現在是沒有啦 這個不行啦 所以我才會用了下面那個空間出來哦 那當然我覺得 呃現在的話我缺的應該是白色蘑菇吧 所以我應該種的是白蘑菇而不是紅蘑菇吧 那 骨粉 骨粉的話好像也需要消耗很多哦 因為他 好像也不是說機率那麼高可以長成巨大蘑菇的 反正 其實大家如果說有走到森林裡面去啊 有看到那個一些蘑菇在地上 你 把附近的障礙物清一清 然後你只用骨粉對他吹的話 他應該 他也可以長成的那個巨大蘑菇的哦 就是 路上路上自動生成那些也可以的 對這個我來試試看 哦長出來了長出來了 所以不管怎麼樣 這樣就可以長出來就對了 但是空間要夠大就是啊 要注意空間要夠大就是啊 還有這個蘑菇塊他自己也是會掉下來的 好麻煩啊 自己也會掉下來的 啊 那蘑菇就先收到這裡就好了 因為我不是那麼喜歡說吃吃蘑菇嗎 喝蘑菇湯才對 對蘑菇應該在這個模組包裡面 可以做 浸屍圖 還有其他的這一些啊 還有這個這個東西也得做出來才能夠弄這個 但是做出來之後他很快又要壞掉了所以 也會有點啰嗦吧 但是可以做的東西真的還蠻多的 所以為了這個我才會保留五個青金石哦 為了保存食物啊什麼的我才會留五個青金石 因為我要做冰箱啊 哎那我要先把東西暫時先再丟一下 做冰箱做冰箱 紙 紙 紙的話算工具吧 丟在這邊哦對了啊我當然挖礦的時候也多挖了一些化石嗎 所以我現在目前有兩種恐龍可以來做 大家等一下再來做吧 食物的話還是要在這邊放一下 然後我會需要的是什麼雪塊 雪塊沒錯雪塊需要三個吧 還需要什麼嗎 還需要什麼 雪塊可以拿來做哦 可以做這個 雙 雙凍磚塊 這個是植物魔法裡面的東西哦他可以拿來幹嘛嗎 啊這東西好像蠻酷的耶 看起來好漂亮哦 看起來好漂亮哦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踩上去會不會那個氣溫會降低哦 應該不會吧 那個模組不一樣 所以青金石五個加儲物箱 OK好 可以試著做一下 箱子出來了 再來是青金石五個啊 然後三個雪這樣子就可以出來這一個冷藏箱哦 但這個冷藏箱好像 這個冷藏箱呢 他並不是效果特別特別特別好的那一種啊 他大概也就延長食物可以延長到 放就知道了吧 這個是七天放進來呢 他應該是腐爛速度會變得比較慢這樣子啊 就等於說我再過一天來看的話可能 他腐爛就不會那麼多啊這樣子哦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梅子先放進來看 他們兩個都是26%嘛 那我那個這個這個結束之前來看一下 他們的腐爛程度如何就行了 那當然這個東西的話呢 他其實可以 在進階來做的哦 他呢可以在進階的再做成這一種freezer freezer這個是冷藏櫃啊 這個可以保存的期限就更長啦 保存食物就可以更長 不過他需要 四個鐵磚 但是鐵對我來說並不是那麼的需要啊 其實還好 那就是說冰磚啊或者是冰哦 這個我現在沒有辦法獲得 然後我想了一想 如果我沒記錯啦 因為我還我忘了去查了 但是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這幾根線 剛好八根在這裡 這幾根線再加上一個精力哦 可以做出一個東西 叫做 叫做叫做捐吧 是嗎 捐布對 所以可以做這個捐布 這個捐布的話應該是可以再拿去跟這個玩意合成的 但 我這邊目前已經沒有任何剩餘的強化次數 可是 還有一個方法可以再讓他再增加一次的強化次數 但是 這個捐布的話就是可以給那個絲綢之處的效果 或者叫做大陸 簡體那邊是叫做精準采集嗎 是好像可以給他一個效果 但是我不想要給粉紅挖挖有這個效果 以免他 以後他 好不容易有幸運的那個挖鑽石可以挖多一點 他就是直接把整個 整個鑽石磚挖下來就麻煩了 所以我要再去做另外一把吧 比較簡 比較簡易的就行了 對 比較簡易一點的 然後也是可以有自動修復效果的 對 這樣子應該是ok的 那我要做的是什麼 哦對 我還得再把 我的青苔石磚這個再拿出來 再合成一個那個這個出來 很好 然後我要看這個捐布跟這個青苔球這兩個 能不能就裝在我新的一個鎬子上面就是可以有精準采集 不過 我在想還是說他需要到什麼程度的到什麼程度的鎬子 需要用到馬玉琳嗎 馬玉琳的鎬子 我這邊還有血在這裡 鋁是很多啦 可是耐酸鋁也就沒有那麼多 或者我在 因為耐酸鋁只剩下這一點點 所以我不知道 到底還要不要給他弄下去 馬玉琳的話倒是可以做 不然我做一把馬玉琳的那個鎬子好了 好 做一把馬玉琳的鎬子好了 漸漸的把他給升級上去也是行的 所以鎬子的話 需要的東西拿到都在那上面了嗎 我去看一下 好久沒有再來繼續再打造一把武器出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真的都在這裡 需要的東西都在這裡 來吧 馬玉琳 應該是夠的 都是夠的 對夠的夠的夠的 來吧 馬玉琳 馬玉琳 這樣剛好是可以做一把鎬子出來 太棒 然後在這裡吧 鎬子 鎬子在這裡 鎬子需要的是這個玩意兒 馬玉琳的綁定結 這全部是馬玉琳吧 所以 他的強化次數一樣是三次哦 好來吧 然後我看一下哦 是不是用捐布呢 不行嗎 不是用捐布哦 所以他沒有辦法用捐布來強化 所以捐布到底是幹嘛用的 那反正先給他一個這個吧 這樣他就可以自動的修復啦 那我之後的話 其實我也可以先用馬玉琳哦 就是把這個上面 不過他有幸運 而且其實 能挖的東西好像差不多他就都可以拿來挖了吧 馬玉琳的話那是捐布是幹嘛用的 捐布還有其他的用途嗎 變成金智珠寶 金智珠寶就是幹嘛的 所以說好像並不是使用捐布可以讓他得到那個絲綢之觸的效果 但是有一個是有的 不然我去查一下好了 好的 我看了一下之後我發現啊 確實是需要用他的 然後要用四個這個再加一個綠寶石就可以變成金智珠寶 然後是用金智珠寶來合成就行了 然後金智珠寶呢 跟那個青金智啊 是無法同時在同一個工具上面的 所以要再做一把這個是沒錯的 那我就再去合成一下吧 多合成一些這個玩意兒出來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就繼續讓恐龍來誕生一下 然後我那個什麼 牛龍現在長得超大隻哦 真的是非常的大隻 嗯 現在這個 線我還需要24根線吧 然後反正我只需要拿三個精力出來就對了 然後把這邊的線全部圈起來 這個三個出來 這樣捐步就可以再多來 OK 然後就是差一個綠寶石吧 記得是有過的 在這裡還好 還好 捐步四個 包持綠寶石就可以金智珠寶 再去跟他合成就行了 所以到時候的話 他再一次的強化次數就可以使用那個 紅石吧 應該也可以的 反正現在先讓他得到絲綢之處 然後 我看能不能夠 再到北邊那邊去哦 然後把那個冰塊給挖下來這樣 哦大家看這個 牛龍的尾巴已經出來了 這個牛龍已經高到了 我看不見他的臉了 我總覺得上面這一排應該要再挖掉了 然後我再把那個 玻璃再拼起來 我覺得 好就這麼現在就來挖吧 坦白這樣這一格應該跳不出來才對 哦但是上面東西會掉下來 殘了 這樣他可能就會走出去了 這邊剛剛好 剛好可以讓他出去 還是先把他擋起來好了 反正先讓他看一下他現在的樣子 他的頭已經要頂到那上面去了 真糟糕 如果再不增高的話 他會不會就卡死啊 我怕他再不增高會卡死哦 上面那個也必須要擋起來才行 以免說到時候來了暴風又把他給捲走了 啊這邊這一隻的話呢 就是那個我上次叫什麼 艾雷拉龍嗎 艾雷拉龍 就很小隻也長不大 然後我看這個甲龍啊 應該已經是最大的了 因為我那個什麼 嗯 牛龍都已經長那麼大了嗎 這個甲龍還沒有繼續在變大 我想應該已經是最大的 反正我們先來合成一下吧 哎不是你不是你是你 哎果然有了 所以他絲綢之處一 OK 也就是說有自動修復這家絲綢之處啊 太好了 現在先去睡個覺 等一下就到北邊那邊去挖一下冰吧 只是不知道說 挖到冰之後然後再 對我就是要把那個冰箱升級一下 先睡個覺 睡個覺之後應該可以看到這個腐爛的程度了 對應該是會的 所以他腐爛程度應該上去了 31% 那他呢 28% 所以在這裡面的話腐爛是比較慢的 但是好像也不是說特別特別的慢這樣 所以我想要把這個東西呢再給他加強一下 走囉 保存食物大作戰 那就要去找有冰的地方了 唯一有冰的地方了 看來 好像真的就只有在這上面而已 走吧出發吧 哇 蜘蛛 所以要帶著我的馬玉靈鎬 哇 現在我的鎬子都已經越來越酷炫了 越來越好了 下來 下來啊 順便要吸一點他的經驗值哦 這才是我的重點目標 然後恐龍的部分我還是先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嗯 在我分析的DNA這邊有多這個 這個叫什麼 嗯 人齒龍的樣子吧 人齒龍的話我是不太知道 不過這邊的話還有兩個50%哦 所以這兩個50%的好像叫人齒龍吧 這兩個50%可以把它合成100% 就等於說兩個100% 那這個是假龍的 這都是後來有研究出來的 還有就是這個 這個是那個 哦 雙極龍 雙極龍的話 哎 我剛好也分析出了一個25%的嘛 那上次是留了一個50一個25嘛 所以現在呢 把兩個25的相加 會變成一個50的 然後50的再跟50的就會變成100的 太棒了 太棒了 所以呢 這個雙極龍也可以出來嘛 然後還多了這個人齒 哎哎什麼人齒龍嗎 這叫人齒龍嗎 哦 不管怎麼說呢 我這邊的營養是不太夠的啦 胡蘿蔔丟給他 哦這樣應該也許夠了也許夠了 不然先把一個雙極龍先弄出來好了啦 上次那個雙極龍不見了嘛 是有點可惜的哦 所以再弄一個雙極龍出來好了 我的水桶了 我在這邊有一個 再去裝個兩桶過來就行了 我總覺得那邊應該要放個無限水在那邊會比較好一點 好可以 剛剛拉弄太快了一次弄了兩個出來 你這邊給他拿回來這邊給他應該開始分析了吧 OK 開始製作了 好啦雙極龍看來又可以再一次的出來了 所以我先去把他給弄出來好了 啊有一有一格空的嗎 哦對三角龍原本所在的地方已經空了 所以我就來這邊吧 那我就從旁邊這邊挖吧 啊用這個來挖好了 嗨你好 然後中間剛是擋起來好了 沒關係他應該走不出去了吧 所以我把這個也打掉 我把這裡面先換掉好了 這個泥土也把它換成石頭 哦 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啦 呃 差一個 不 不 怎麼會差一個呢 差一個 算是這樣子嗎 來吧 我在這邊等他誕生哦 這樣我們又可以再有一個雙極龍了 那 上一次在看那個雙極龍好像比我原本想像的還要大哦 但是雙極龍本身應該是不會說長得太大的 所以 這邊的高度到應該還不用太擔心哦 他應該不會比人還要高多少的 我發現要插一根火把在這邊看看能不能夠加速 但這不是什麼明知之舉 因為我人也得在他旁邊 所以我也 我的 我的體溫會上升很快 啊雙極龍又再一次的出來一隻了 那這隻雙極龍的顏色跟我上一次那隻的顏色真的很不一樣 那比較麻煩就是如果玻璃被吹走的話 他就一格高他應該就會出去了 所以 如果說暴風又來的話他就很可能會出去了 哦我沒有石頭 我沒有石頭從這邊挖 多挖一些 都已經擋不起來了我的石頭到底要放去哪裡了 先把這邊挖掉吧 這個東西啊怎麼會這麼煩的 先把他給我這個也要把他給挖掉 來把這個也挖下來 先試試看這個馬玉琳把他挖下來之後果然是那個了 所以他確實是有那個效果啦 太棒了 那他坐著他坐著就對了 坐著就沒錯了 就把他給擋起來吧 就像這樣 好很好 再來就往北邊去吧 往北邊去 然後我要去拿那邊的冰塊回來啊 我有祭典的呀 大腿05這邊啊 這個祭典下來就是也是很方便的 哦 那邊有鹿 剛剛這邊是不是有什麼 有螃蟹 這邊有螃蟹在這裡 螃蟹你可以得到什麼東西嗎 好像不行 好吧 對不起你了螃蟹 冰直接挖下來 太好了 冰 要多挖一些冰嗎 冰的話我如果站在冰的上面 我的體溫會快速下降嗎 好像會哦 又好像不會 好像並不會快速下降 不過好像是會下降的 所以如果說 冰就多挖一些吧 冰多挖一些好了 如果把冰放在家裡面的話 把冰放家裡面會怎麼樣 我應該就沒那麼容易升體溫了對不對 可能是這樣子吧 所以多帶一些冰塊也好 那這種 附魔還得看運氣嘛 就是要得到這個絲綢之處的話 真的還得看運氣 附魔的話 但是如果說使用這個降魂模組啊 就可以直接把它給合成出來 我覺得這種感覺是很好的 那我的 我的經驗值呢 就剛好可以用在那個植物魔法那邊 增加那個瑪納能量啊 這樣的搭配好像真的蠻棒的 可以先回家一趟 啊 這邊的話呢 哦什麼東西又這麼多了 鐵的話 再把都把鐵都先拿出來一下吧 東西太多了 這邊的容量要再增加的話呢 就是再多拿一些這個 冰煉爐的磚塊哦 繼續的往上疊哦 那 這邊的容量就可以再增加啊 反正我先 再多拿一些這個回來吧 鐵磚哦 因為等一下要合成那個東西也需要鐵磚嗎 只是家裡面已經有很多了 因為我每次只要去挖礦就會挖到一堆鐵 然後都丟到那裡面去 很快又滿了 我就只好把它弄成鐵磚拿出來了 這個東西呢 31%啊 37%啊 如果我在睡一覺呢 先睡一覺好了 OK 啊 還是37哦 32了 那這個這個冰箱 呃 雖然有效果 但好像不是說太好對不對 所以先把它拿下來吧 要是用鎬子挖他 還是用那個挖他 好鎬子挖 OK 那拿他來繼續來合成這玩意兒 就要用的是冰 冰再加四個鐵磚哦 好 四個鐵磚 我這邊有六個 四個鐵磚 四個冰 再加這玩意兒 冷藏櫃來了 這才是真正的冷藏櫃 剛剛那個應該只叫做保鮮箱而已吧 那這個叫冷藏櫃 聽聽這聲音 這什麼聲音啊 所以把食物往這邊塞吧 會腐爛的食物 看看要不要都往那邊塞看看好了 這個80%乾脆就讓他去腐爛算了吧 發酵蜘蛛 也什麼的也一樣啊 然後這邊有一些 僵屍之腦好像會在放在這裡面的話 他會腐爛到超過100% 可是如果把他拿出來 他就會直接變成這種 腐爛掉的食物了 之前有幾有幾有幾個好像是這樣子的 有點煩就是 哦這個352% 可是拿出來的瞬間就會變成這個腐爛的食物了 所以還是可以的話就把食物放這裡面吧 目前看來好像沒有其他的東西要放了 這邊的梅子要不要多拿一些好了 能夠收的梅子先收一些吧 草莓還有黑梅 然後都給他放在這裡面了 這樣就可以知道他們的腐爛狀況如何了 欸怎麼已經10%了 真的耶 一收怎麼腐爛就已經有10%了 哇這這這奇怪了 38 10%10% 32% 38跟32 所以哦原本那個真的沒有多好 好吧 那所以說我們可以再叫下一隻龍出來的對吧 我再去把接下來那個人齒龍給弄出來哦 然後 然後 我試著把旁邊吧 看看哪邊我還可以再搭建像這樣子的一個房間出來 應該還夠搭的吧 還夠的還夠的 還可以再搭一個房間出來 就這麼決定了 所以我再把那個人齒龍先再弄一隻出來吧 我也要多一點的食物了吧 好 所以我把這個人齒龍呢 這個蛋也終於是做出來了 先像這樣放著吧 那現在該做的事情呢就是 我是這樣想的啦 我該在他們的對面這一邊啦 也搭建像他們一樣的東西了 然後 走到如果說就留三格寬 或者只留四格寬的話 上面應該可以直接鋪一整排的都是石頭 或者我乾脆就鋪 留三格吧 然後開始就搭建 然後 我只要中間的有一扇門可以走進來就好 然後可以在這個走到這邊 然後觀賞旁邊的恐龍這樣子 那 然後也可以讓他等於說 全部都被造起來吧 全部被造起來之後 也不用擔心玻璃會被那個暴風給吹走了 所以開始動作了 我先搭建其中一個房間起來吧 好了 我比對面這邊呢 再多蓋高了那麼一格啊 我怕 因為我忘了查他的體型大小了 所以我怕他如果又太高的話就麻煩了 哎 話說我跳下來幹什麼 我上面還得放半磚的呢 啊 我一荒呢 整個整個又都亂掉了 又都亂掉了 哦 好的 做這事情還真不能荒啊 太高了太高了 然後上來之後呢 我還得 製作半磚 呃 我應該有一個什麼是在這後面的吧 哦 果然是被吹走了 當初有一個那個工作台應該在這裡的吧 這個被吹走也是蠻正常的 工作台亂放就是會 會有這種下場 再做一個出來吧 放在這邊 然後開始製作這個玩意兒 那我放一片在他上面好了 還有放兩片在這裡 也許 也許就不會被吹走了吧 這誰知道呢 不過晚上已經到了 晚上已經到了 先去睡一個覺吧 然後睡一個覺的話 之前我先去確認一下 這個是16%對不對 啊16%還有其他那個是裡面是多少的 10%10%10%都還是10%哦 所以正常來說的話 他應該 已經要也是一樣哦 大概要16%左右了 睡個覺起來 他目前還是16%的樣子 他可能還沒有計算到吧 不過這裡面都還是10%跟10% 這是32%哦 哦16%哦 哦對本來是16% 所以 等一下再來看看吧 我先去把那邊的東西先完成一下 那個東西冷藏櫃的話應該真的很好 就很好用來保存食物了 這邊的話呢 先跳 哦 到這上面來之後 半磚來一下 好 把他給擋起來了 之後 還得再挖進去 在這裡面 我要 把蛋給放出來啦 下雨天哦 下雨天不知道還會不會生呢 應該還是會的吧 哦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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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也並不大隻的樣子 他為什麼自己站起來了 給我坐下去 居然 居然敢自己站起來 你想要逃出去嗎 好 那麼在這裡的話呢 就 呃 我看一下 就是像我說的吧 這邊到時候可能要再挖掉 那 他怎麼那麼喜歡自己站起來 他 他不喜歡做是不是 不過我看他的整個樣子 好像就跟牛龍是差不多的 那個形狀啊 什麼都差不多 不過他剛剛好像有抓癢 而且還會抓癢哎 他就是為了抓癢 所以才不願意繼續做的 那就是我說的 這邊上面呢 就可以像 這樣可以搭起來哦 搭起來之後呢 那這個有玻璃的地方 到最後就變成室內哦 那室內的話呢 就 就就玻璃就不會被吹走了嗎 然後再加上 中間一條呢 可以放一些螢光石 隔幾格放一個螢光石 照亮一下這中間走道的範圍 好 每一個螢光石上面 還可以放一個半磚 我想這應該又是一個 很棒的一個 一個做法了吧 只是我覺得這個高度 應該要統一一下 這高度就是另外的一個問題 哈 不管怎麼說 我想這一集的話呢 也就先在這裡結束囉 那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先 哎對 先去看一下那個 雙雞龍 雙雞龍還沒有長很大隻哦 雙雞龍還在這裡 還是走來走去的 好 大家拜拜